今天我們還有各位鄉親 來到我們2020海外小英後援會的記者會 那大家知道說我們今天是我們成立大會 稍後就會有成立大會的開始 那今天呢我想先介紹各位練習的那個會賓 那首先是我們的2020海外小英後援會的會長田英宏 然後再來是民進黨美西黨部的鄭錫坤 再來是林榮松醫師 還有那個美西黨部的執行長楊岳英 美西黨部前主委也現任的評委楊婉柔 還有舊金山灣區小英後援會代表李漢文 順地雅閣小英後援會代表王克雄 洛杉磯婦女後援會 林淑清 洛杉磯商界後援會林國燕 及全美藝術文化界後援會蘇煥豪 在我們記者會開始請我想先請我們的後援會會長田英宏先生為我們講這句話實現 各位鄉親 還有我們許許多多的我們的前輩 還有我們許多的我們後援會 其他後援會的我們的代表 就是我們這半年我們會一起打拼的各個後援會 我們會一起打拼的代表 還有我們的記者朋友女士先生們大家午安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現在又在籌備我們第三次的小英後援會 其實回想起來三年多前2016年我們海灣所有的鄉親 跟我們國內我們所有愛台灣 愛自由愛民主 愛主權獨立的鄉親 大家用我們的選票用我們的力量 把我們那時候的蔡主席送進了總統府 三年多來總統首先必須要蓋過承受所有許許多多前朝留下來的不合理不完整要需要改革的政策 再加上總統也必須要落實我們當時送總統進去當中的時候 然後我們對他的期望我們對他的政策 所以總統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多年來 除了要做他該做的事情還必須要勇敢的面對許多不合理 而且前朝其實很多政府想做而不敢做的 我們總統決定還是勇往自權 必須要為了我們的將來把它改革把它做下去 這些改革 當然某些程度上不一定是完全完美 這些改革一定會影響許許多多 現當時的有利益者 他的利益收視 當然會引起很多反彈 可是我們政府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們再看看 我們這四年要必須把幾十年累積下來的一招把它改革 是不可能的事情 從今年十一月到現在 初選過後已經沈埃落定 我想也是我們大家需要一起有一個團結 大家要有共識 我們當然是一定是要再讓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政府繼續再執政四年 我們必須要再經過四年 我們才能夠把我們所有我們期望的感覚 我們所期望得到的 我們希望追求的能夠落實下來 所以今天也就是我們大家 各行各業 大家在這裡 唯一碰到的目標 當然就是希望我們台灣更好 我們不會像別人一樣是台灣賺大錢 我們要的是台灣要有更好的明天 我們要的是我們的繁榮 我們的經濟改革 我們的司法改革 我們的主權獨立 我們許許多多該做的事 絕對不是四年三年半能夠完成的 我們必須要繼續讓我們的現任者 繼續再來四年 我們這四年 我們才會看到我們真正的希望 所以也就是今天我們在這裡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努力的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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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美系黨部前屏 招林一東中醫師給我們講這句話 各位媒體消息先生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海外總統候委員會 因為有些人以前不一定有參與過 我簡單介紹一下 海外的台北人相當關心台灣 所以 唯一所有 海外的台灣人都可以投票選的就是選總統 不管你有沒有戶籍沒有戶籍 你只要曾經在台灣住過六個月以上 即使你在台灣出生 然後你六個月的時候 然後 抱來美國 你也可以投票 這是唯一 所有的台美人都可以參與台灣選舉的一次選舉 而且不需要有戶籍 這個 今天會有個報告 那我們 我們知道台灣總統大選是1996年開始 彭明明選第一件 海外總統候委員會當時彭明明的競選辦公室 1996年會館都還沒有成立 會館就是這裡 那候委員會就在 好像也是租這一間吧 就跟會館租一個 所以彭明明總統候委員會就在這邊成立運作 那過去現在已經很多年了 那過去我們的總統候委員會 如果是陳水扁就陳水扁候委員會 如果是彭明總統候委員會 那小英就是小英候委員會 那我們以前的會長 就是資政 吳立培 然後是 林沐通 他是前台灣會館的董事長 他當了兩屆小英候委員會 那今年就是我們請我們那個 田董 台灣的國政顧問來當 那 我負責的事情就是說聯絡 前 可以想要組候委員會的 可以跟我們一起join 我簡單介紹我們的 這個小英候委員會的方式 小英候委員會就好像一個 Umbrella一樣 我們已經 做了大騎小騎 那個之前的騎子 已經做了 7千基 4千隻小組 會拿到總統 總統經過Dembro 就會拿Dembro去歡迎我們的 台灣總統 那我希望說 小英是一個 海外小英候委員會 是一個比較大的Umbrella 我希望跟以前一樣 歡迎 不管你是用地區的 你也可以組候委員會 像今天有兩個候委員會來了 就是 舊金山灣區候委員會 還有聖地牙候委員會 他們都在我們一個大家的裡面 大家一起運作 那我們的 海外小英候委員會 就好像一個協調中心一樣 我們provide information 我們provide物資 需要什麼做文學的 我們希望由這邊來出去 這樣子 那除了地區以外 另外我希望 百公百業都可以組候委員會 到目前為止 在幾天以內 就已經有 十個候委員會 已經登記了 登記在海外小英候委員會 Umbrella下面 除了兩個地區以外 有兩個全國性的 一個是醫界 醫生就對了 因為台灣 醫生一般都是比較綠 所以他們都站出來 那這一次是由 後會的組成 不一定跟你們的會有關係 像醫師 醫界 不一定跟醫師協會有關係 因為這屬於政治性的 所以醫界的話 就是請人家來 來當總召 然後他去call 以及自總召而 一起來做 但是 現在目前來登記 大部分都是現任的 這個協會的 會長或是總會長 像醫師協會就是 有 北美洲台灣醫師協會的總會長 邱俊傑醫師 然後 他做總召 然後 他邀請了 因為是全國性的 他邀請 全美國各大地區 有八個 前總會長 不是會 全總會長 來給他做共榮召集的 他成立就變成是全國性的 變成全美醫界後援會 這是第一個全美的 第二個全美性的就是 藝術文化界 那個蘇先生 他認識很多 美國藝術界的人 那個文化工作者 他要負責來組 他就是來做召集人 原則上 那他們 家後怎麼弄 他們自己弄 不過 他們主要的家後 就是去找多一些人 來支持小英 這樣子 那 這個 百工百業 另外還有 然後 婦女會 婦女會 也是南加州婦女會的會長 他來做總召 商業 商業 我們也不要說商會 因為商會就變成一個 他們自己的組織 我們講說 商界 就是說 就是用個人 你做一些好朋友來做 商界 我們請 世界商會的榮譽監事長 你們各位來交集一下 另外 客家 客家我們請現在的會長 胡詠淺 現在的南加州的會長 來請 還有 盛東 盛東是地區 盛東忠援會 代智慧在哪裡 他也要負責 除了 百工百業以外 像客家就是屬於族群的 婦女會也是比較屬於族群的 另外最 還有族群就是 我們長輩 長輩是長輩會的會長 長輩好像 年紀比較大 我們就把它改成長青 長青 長青 他們的會長 今天也要來 他今天也要來 在哪裡 李美宏會長 都是會長 清新出來 叫做很不簡單 不要只說 大家真的要做個拼 所以今天 最後一個是 年輕人一定要進來 我們請那個Vera 請Vera來看一些年輕人 所以我們一共 一共今天 就成立了十個後援會 你們有興趣可以跟他們訪問 他們為什麼成立了經過 他們要怎麼做 我簡單的報告在這裡 謝謝林醫師 接下來我們想請 我們美系黨部前主委 楊萬柔跟我們講講 林醫師 你只有請選擇 那我是站的也OK 沒問題 大家好 我是Wendy 那今年呢 我負責的部分 是我們的助選團的部分 我們是 因為我們每一屆大選 都有這個助選團回去 那我稍晚一點 在我們的 後援會成立大會 我會share一些上一屆 那是我第一次參加 助選團的一些照片 還有感想 就真的是 尤其是對我們海外的 海外的鄉親來說 在走算的這種過程 真的是非常的emotional 非常的非常的 非常的真的 真的蠻high的 因為我們在海外 距離這麼遙遠 比較少有這個機會 能夠近距離的 跟我們在台灣 這整個大選的過程中 所以可以難得 這個回去的機會 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我覺得 這一次的大選 尤其重要 為什麼那麼 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我們海外的鄉親 沒有回去 幫小英送回 跟政府的話 我們可能 很有可能 就沒有在下一次 選舉的機會了 所以這個是 國家的生存的保衛戰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支持 謝謝 謝謝 我們想問一下 這是事實嗎 第二個 還有就是說 現在你們有整合嗎 你們有感覺到有整合 還是其實也是蠻壁壘分離 你這個90% 你這個資訊大概是錯誤的 因為光我們南加州 我問了大部分的都說 民進黨主 只要是誰出來 我支持了誰 我們連黨部沒有一個 黨部的幹部 在出選的過程中 選邊站的沒有 所以那個90%是不可能 而且外面 現在聽起來也是 以前為什麼他們支持奈金德 只有一個理由 他們認為說 只有奈金德出來會贏 但是現在小英 他都贏了 當然是現在總統 不然你這樣子 現在總統 如果沒有出來選的話 你等於是對自己 執政的一個否定 這很嚴重 那我們知道小英真的是 其實他自己也做了改變 現在是小英2.0 而且幾乎所有的民調 他都已經排第一了 所以那個奈金德 是我看過裡面 一個很有風度的政治家 他選輸了 他馬上承認 這個選舉的公正性 然後他全力支持小英 所以民進黨現在幾乎是很好 如果還有人在講這種話了 就是在此後腿 我這麼感覺 就是讓你們很難做事情 我希望說 你只要愛台灣 愛本土的政權 所有的檯面上的人士 都已經公正小英 是最好的人選了 以前強往可能跟大家不一樣 但現在大家要合在一起 難道你要讓國民黨當選嗎 我再問一個問題 其實現在反送中這個部分 其實有很多香港跟藝人士 他們也反而在支持小英 那你們會不會有希望 能夠結合這一塊的力量 包括這次也是六四天啊 這個小英也講了很多 他很支持這些年輕人站出來 為了他們自己的人生的 這個最基本的自由民主人權的 這個普世價值嘛 你知道整個香港跟以前回歸的人 一定差很多啦 你可能不知道現在 現在港獨的人很多啊 香港也有香港民進黨 你就知道整個情勢都改變了 那當然我們是站在 站在一個最基本民主政治的角度來講 當然是要遵做人權嘛 這一定的嘛 所以小英一定出來支持那個 反送中啊 他特地來了 他特地來了 謝謝 謝謝 因為今天其實很榮幸 我們知道就是說 那個 台灣外貿協會的副董事長 莊碩翰 他 為了公務呢 然後到休士頓 然後過境過山雞 我們知道消息之後呢 就趕快立邀他 來參加我們這個 成立大會 我們也知道說他是 2016 那個海外小英後人會總協調人 所以身份地位特別重要 那很高興今天在 我們前會長立邀之下 能讓那個莊部董事長 出席我們記者會 好 那我們接下來 請莊部董事長 為我們支持講幾句話 唉 拿去一下 這次因為我7月6號也是明天 印邀到休士頓演講 演講的內容就是中美貿易大戰 以及台灣的營運之道 那因為我們鄉親 我們在LA的鄉親 知道我們本來是搭長榮 直接就到休士頓去了 結果長榮帥 後來我就改成搭那個 到華航 華航要stop over 那個LA 那我們在這邊鄉親 尤其我們那個 那個田怡宏 還有林榮松知道 我要經過這邊 他說他們今天正好在成立大會 我說這太好了 那未來 是不是有幸能夠來參加一下 他說好啊 歡迎 所以我就 我人也來了 那看到今天鄉親這麼熱情 真的 感到很高興 那我要簡單的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這幾年 小英政府的這個 努力 我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 大家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因為總統的職權就是 外交國防 兩岸以及重大經貿 這是總統在宣法 以及徵修條文裡面 最重大的職權 大家很冷靜的 去仔細想想看 外交 台灣從來沒有受到美國 如此大的這種支持力 從 那個 國防授權法 從台灣旅行法 以及 現在通過了 以414個名票通過了 台灣債保證法 等等等等等等 對還有對台灣的這個軍售 已經都常態化了 而且軍售的內容 都是美國最先進的這個武器 我們知道 戰車 還有 F-16V 都已經出爐了 那這個 就是 在 這一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說 在外交上的這個支持 以及我們跟日本的 常年的這種 尤其安倍營 政府對台灣的這種友好 以及我們在歐盟 因為在 人權的這個問題 跟歐盟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受到這個 我們民主盟邦的 最堅強的武術是 台灣這40年來 所謹所未見 那 這個 大家絕對不要 take for granted 這是小英的這個 外交政策 尤其是對美 對日的政策 贏得盟方的 充分的信任 贏得盟方充分的信任 這絕對不是 偶然的 那就拿我當例子 我也到這個法府 去參加過 去拜訪他們的商務部 也談到就是說 台美雙方的貿易問題 以及我們以後要洽簽這個BTA 就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那我甚至在 去年的9月27號 應邀到CSIS 做了一場演講 也是關於這個 中美貿易大戰 以及台美這種 貿易關係 那我很強烈的呼籲 台灣一定要跟 美國去簽這個BTA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就是等於一個Free Trade 那只要我們跟 美國的Free Trade 這個門一打開之後 那我相信 我們跟各國的 參加區域的 各種FTA的阻礙 就立刻 像任都兩麥一樣 就打通了 那只要這個打通了以後 那我們是走向全世界 不怕任何人的一個封鎖 所以大家看看 對美的這樣的一個成就 然後我們跟美國的這個交涉 暢行無阻 那高層的副房間 好像走路了 那這個都是四十年來 這所未見 這是外交 那國防大家都知道 2016年的一個 熊山飛彈的這個物色 震驚視覺 現在熊山飛彈 還有現在熊二真誠 已經公認全世界最好的 Cruise missile之一 甚至像中國到現在都還不相信說 熊山是物色 他認為這是 搞不好是CIA陰謀 打得這麼準 然後雷達偵測不到 那這個對我們國防安全 即使連 我在很多次場合 聽到那個AIT的 比如說Moriabi 今年3月28號 在舊金山跟我同排演講的時候 他也特別稱道台灣在國防上的這種成就 那加上美國這種先進武器的供應 加上我們自己國防自主的力量 我們有決心 而且我們有信心 可以殲滅跟阻絕任何對台灣的這種侵犯 不管這個侵犯來自於哪裡 我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大家你看看 大家國人在國防上的這個信心 你可以從中國軍機怎麼落台 軍艦怎麼落台 對股市對什麼幾乎 已經完全沒有影響了 Nobody give up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新興的build up 還有我們的決心的build up 你從這種自主國防的這種進展 那可以可見之一般 而且我們在國防上的這種進展 尤其漢官演習所展現的這個實力 都使得蒙方是刮目相看 這大家可以從很多的報導 這國防我們從來沒有如此之強大 那經貿跟各位報告 經貿我們去年的這種經貿數字 因為我負責外貿的 我們跟外貿的數字是6220億美金 GDP的1.1倍 超過GDP 那這個經貿數字是有史以來台灣最高的一個數字 那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數字你假如加上台灣接單 在外地尤其在中國或是在越南生產的 的話 那個數字還要再加上將近2000億 那就是不得了的這個數字 那以台灣這種經貿立國 它能夠達到這種經貿如此之高峰 然後大家想想看 這個2017 2018年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經濟的這種成長 分別是3.08跟2.63 2017 3.08 2018 因為後半年受到這個 中美貿易戰的這個影響 但是它還有2.63 原因是甩掉以前馬英九 保一保二總隊的這種窘境 那一個先進的或是穩定的這種經濟體 它只要能夠超過2.5以上 就是高成長 然後我們的失業率降到20年以來 20年以來最低的數字是3.6 股市萬點已經維持了將近兩年了 而且是在至少有掉進外景年 也很快就改變了 所以基本上在小英執政期間 股市一直在萬點 這樣的一個股市榮景 過去也從來年很難去想像的到 所以這個經貿的成就 我在這邊可以跟大家 很快地跟大家來報告 它的這個經貿成就 也是無與倫比的 尤其我們5加2的產業 5加2的產業證明就是說 它非常具有眼光 我舉個例子 5加2產業裡面有一個叫做 這個智慧機械 智慧機械 我們在2017年 有一個小英經濟元年的這種成長 2017年達到21% 它變成正式變成一個造元產業 就2018年 雖然就是從 它從將近9000億變成1.1兆 然後2018年呢 再從1.1兆 成長到將近1.2兆 那又成長了8% 雖然受到中美貿易的影響 它稍微減緩了一下 尤其對大陸的出口減緩了一下 那它的成長速度非常的驚人 那將來很快的 大家預期的話 將來我們這機械產業會 列入變成2兆元的這個產業 這個成長速度是非常快 那再給大家一個概念 我們這智慧機械製造的這個出口值 是世界第四位 是世界第四位 那這僅次於日本 德國跟義大利 那大家知道日本 德國 義大利 是什麼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國家 那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國家呢 它 這個 因為有這個強大的機械製造能力 才有製造戰爭的這種本情 那我們既然第四位呢 我們不是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們是要成為工業4.0的這種Wall Leader 尤其大家都知道台灣是那個 那個ICT產業的這種Powerhouse 連那個美國國務卿龐佩奧都這樣講 是ICT的Powerhouse 世界的Powerhouse 我們的Semiconductor的這個生產量 是世界第一位 我們第一個Semiconductor生產 就是台積電 而且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 在工業4.0 那 我們 再跟美國 來做一個結合 我在 其實我在CSIS 我發表了一篇演講 叫Connect EWC and Upgrade台灣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Connect台灣的ICT 跟機械業的這個Hardware combined with Silicon Valley的Software 它的Innovation 它的Startup 在Silicon Valley 它有整個 整個 那個Ecosystem 那我們台中的機械業這種 是在大杜山谷 叫大杜巴利 所以 If we combine 大杜巴利 And the Silicon Valley together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Taiwan strong again 那我當時提出了這樣的一個概念 很受到美國的這個歡迎 所以我們在經貿 其實美國也非常重視 世界各國也非常重視我們 那我們跟美國的徹底的合作 將來會確保 我們兩國變成 這個 公約4.0的這種 Wall leader 那這個會確保 在台灣將來的這種 經貿的這種動靜 所以這個 小燕的這種經貿政策 其實都非常高瞻遠足 也是 你從它的那個 他的formulation的一個過程裡面 大家可以看出來 六千人次參與討論 六千人次參與討論 不是 像不管是新南向 五加二的這些重大的這種 產經政策 都是在這樣很仔細的 population出來的 而且小燕也不厭其煩的 在總統府 召集了各界 召集了各行 很仔細的了解各個這種產業 所做出來 精心做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相信 這種正確的領導 要繼續持續下去的話 將來台灣的經濟會升級 會脫胎放股 台灣會進入另外一個 一個層次的一個龍井 尤其在中美貿易大戰之後 整個世界的這種經濟局勢 以及貿易局勢 在批變的情況之下 台灣的應對是井然有序 而且是趁勢而起 我們覺得這個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最後講到兩岸 兩岸 大家會說 兩岸 是不是有點緊張 會不會甚至有人批評 就是說 我們南向是不是 A the cause of 西進 是不是用西進 不西進 不跟中國來往 我跟各位講 小燕的經濟元年 2017年的時候 我們對中國的出口 成長了百分之十六 2017年 是世界最重大地區裡面 重大國家裡面 成長最高的一個地方 高過東南亞的百分之十五 十四點八 十五到 高過全世界任何的地方 那我們當年的平均是 對外貿易成長是十三點二 但是中國卻是十六 所以我們對於中國的這種貿易 我們是一刻也沒有放棄過 而且是積極的在部署 以貿易為例 我們在貿易 在中國有十個據點 我們沒味沒力 我們在拼貿易 所以跟中國的 那2018當然因為中美貿易戰 那這個稍微這個水 可是他的那個值呢 他的這個增長的值呢 大約也是稍微below average而已 那所以我們對於這個西進 根本一點都沒偏會 而且是不斷的這個成長 我們對於這個大中好的市場 是非常非常的重視 那但是大家都知道呢 我們在兩岸這一方面呢 雖然關係有點緊張 可是呢我們在主權方面 我們是寸步不浪 在這樣強大的壓力之下 我們寸步不浪 這我想是沒有任何總統候選人 可以做到這一點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們高舉民主自由 人權的這種價值 土式的核心的價值 那台灣在這方面 更加屹立不搖 所以大家看一看呢 那兩岸呢 也因為我們國防如此之強大 我們的外交的支援如此之強大 大家都知道和平 並不是來自於善意 並不是來自於條約 和平 絕對來自於平衡力 絕對是來自於這個歷史 不斷的告訴我們 因為你有力量 才會有和平 你有這個均衡的力量 你才會有和平 所以你從這四個角度的看 我在今天 真的我覺得 大家很 proud 我們這個小英在經過 黨內這個初選以後 脫胎換骨 小英2.0 那我們也當然要 感謝賴清德先生 這種敦促勉勵 那種免於效應 然後造成了我們有小英2.0 我們民進黨的候選人 脫胎換骨 那根據很多的民調顯示 尤其是在那個 初選結束以後的一週 大家拍的都看得很清楚 我們都已經在 Leading Position上面 那大家團結一致 好好努力 那我相信 未來前途是光明的 那今天真的 有這個榮幸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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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支持小英 然後讓我們有這個榮幸 經過這邊的時候 我真的也有榮煙 謝謝大家 大家一起努力 尤其要回來投票 我們 我們 這個2020 1月11號 我們1月11號 1111號 大家來一起慶祝 謝謝大家 謝謝